四季安清班于2011年创立 有别于一般的安清班 四季安清班更着重于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 四季安清班不只遭收一般家庭的孩子 也遭收了许多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 把教育普及化 让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每位孩子一抵达安清班 便会学习做好自己的本分式 他们来到安清班 我们就会让孩子知道说 本分式跟生活教育需要完成的 四季安清班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让学童受到熏陶 从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通过这些活动 孩子们对自常生活的尝试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及体验 从而能够达到命好不如习惯好的种子 慢慢地做到更独立而负责的人 除了平日里 老师的寻寻善诱 四季安清班更在学校假期里 开办生活教育课 从自身的整洁 到周遭的环境 培养孩子生活自立的好习惯 生活教育课教我们做好本分式 我们要做好本分式 因为不要让父母吵醒 回去我会帮我妈妈做家务 减轻他们的负担 此季安清班并不提供补习 而是让孩子透过见证身边的好人好事 从中学习 深吸同才力量的老师 让孩子们在安清班以小组的方式 一起写作业温习课本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 学习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 可以很快乐的学习 而不是一张纸一支笔 我整天就是这样子叫做温习 还是做功课 老师会鼓励孩子分享心得 从中了解孩子的想法 我心中花的东西 我希望他会帮我 分享只是要让孩子去练习 练习整理自己的过程 那这一个过程就帮助孩子什么 他自己会消化 净化 然后把他的知识 化成一个作品 你只有通过他的作品 跟他的表达 你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此季安清班 老师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 陪伴孩子一同成长 耐心把孩子 引向更好的道路 待新闻黄疫情红会 频流至渊马来西亚 京城采访报道 我说明了 嗯 我们下期见